環境局政治助理歐詠子在社交網站Facebook留言 批評本台有關回收洋垃圾的報導偏頗 不過環境局發言人就在晚上表明 歐詠子的言論不代表官方立場 她的網上留言亦都已經讚許 胡天行報導 歐詠子在Facebook留言 說本台有關洋垃圾的報導偏頗 所以在Facebook的平台解釋一下 她說入口的洋垃圾丟到香港的說法不正確 又反駁回收數字報大數 以及當局滋而不說的說法 她質疑怎可能有幾百萬膠掉了都不知道 但本台的報導只是提過58萬噸的垃圾差額 對於本台記者在報導出街之前 曾經向環境局提出書面查詢 但得到的回覆跟她的說法不一樣 歐詠子就解釋說官方的答案沒有那麼具體 所以想用異名一些的說法去說明 不過環境局發言人回應查詢的時候 表明歐詠子在Facebook的言論 只是她個人的言論 不代表環境局的官方立場 至於歐詠子為何透過非官方渠道 發放信息和批評媒體報導 請問你這位是正在這位 Discount的 報告